节目主持人汪芳芳 徐乃琳 欢迎来 综艺冒花草 我们欢迎周慧敏 余浩然 林龙玄 嗨 周慧好 林龙玄走得多不自在 因为两个美女看着她 很不习惯 很不习惯 这种结婚以后这种情形越来越少了 对 尤其不敢再公开的常识这样子 没得太良心 那周慧敏 有没有想过到几岁要结婚 以前希望三十岁可以结婚 现在我觉得应该随缘 那记不记得初恋是什么时候 有没有一种什么歌 或者是觉得是用哪一句话 能够形容这种初恋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初恋应该是 能不能就让一切尽在不严重 我们之间无法言语 一切尽在不严重 这大宗教行都有扑货 我周慧敏她刚才讲她初恋 我想大家很好奇 她初恋男孩子不知道什么样子 是不是给她做个标准 对不对 其实我在大概十七岁的时候 十七岁啊 对 我同学来的 十七岁就恋爱了 同学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啊 什么样子 是不是像我这个样子 他跟这个漫画里面的男仔 谁很像 谁很像 大力水手 他很像公仔一样 公仔 哇 这漫画里面 那日本人画的 那很帅耶 不好意思 陈世猎人啊 陈世猎人啊 哇 那多帅 那种意思叫公仔啦 漫画公仔啊 刚才讲漫画人 我们都想要丑角去的 这种帅哥型 那你呢 初恋还记不记得 今天可不可以讲 记得那种感觉 老婆自乱你的初恋 当然知道啊 怎么话 跟歌 他就是我的初恋啊 哎哟 来这套 初恋成功的很少哦 可以用一首歌来表示 什么歌 是我最新的歌 啊 这歌很有意思 唱一句就好了 也免说是打歌 将那一生的快乐都全给你 这样子 想把一生的快乐都全给他 哇 多伟大 那你会不会觉得 他他有没有把一生的快乐都给你 因为一生你只有谈过 一次恋爱就决定了 对不对 因为没有经过比较 会不会现在会后悔 或者是 好像看到街上 人家都会 不怕货比货 只怕不是货 没有比较 你怎么知道这个货 这个 你要讲货比三家 不吃亏 那徐小林当年就比了好多家 对一个 初恋都没有 我很期望有初恋 那有没有暗恋过 我记得还是小学的时候 那应该是我嘛 我那时候你小时候我出唱片啊 没有 我说我是推一算啊 因为我那时候他小学 你们干什么你们啊 这么激动 不是 我是暗恋我的老师 因为我比较喜欢斯文的男孩子 你自己是骂我不斯文啊 不是 奶哥也很斯文 对啊 对啊 我是粗犷中带斯文 都有了 都具备了 好委屈 今天也让你再唱一句歌 是谁变了 是谁变了 因为我觉得好像现在的初恋 都没有很完美的结局 都没有说一次像这个林隆选 一次就能够成功了 有圆满的结局 所以一定有一个人变 对方变了 不过今天我们也针对这个 三位特布来宾 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情人呢 把他们这个 基本的一个形象呢 都已经符合在这个板子里了 周慧敏心目中的另一半 是这样子的 他强调呢 一定要有黄纸胶的眉毛 在这里 多人发的眼睛 小了一点 在这里 张喜友的脸带 郭慕臣的嘴巴 黎明的鼻子 刘德华的耳朵 好大 郭慕臣的头发 徐乃琳的衬衫 好可怜啊 徐乃琳的牛仔裤 因为这样子组合好看 会像个怪物 我就怎么样讲 公仔啊 其实我觉得性格比较重要 性格比较重要 外形其实不太重要 我们看看这个 一号人进步中的另外一半 眼睛要会放电 找对人啊 就是 看他眼睛就知道 他要和我说什么 哦 这样子啊 对 来看看我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你跟他吐槽 没关系 他说什么 他有点涩涩的演技 问题是乃哥 你是涩涩的意思吗 不是 因为只有这个眼神 能够让他感受到很强烈 好 我们再看完你的这个 阳光般的笑容 许乃琳越来越符合啊 笑起来多灿烂 而且以前多喜欢 许乃琳越来越符合了 把你心中话 赶快讲出来 不要再介绍下去 瘦膏 滋纹 看瞻 牛仔裤 这真的是已经 我喜欢那个类型了 对 我比较喜欢这类型的男孩子 有没有 现场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 赶快站起来 对 现在男孩子脸皮越来越厚了 对 不过像林隆鲜 今天这段节目是为你设计的 对 因为已经结婚嘛 就应该看看小孩子了 对 好不好 小朋友唱给你听 哈哈 小朋友唱着 那首歌 唱的蛮含糊的 最后你是不是要唱什么 メロディ 那首歌 做音乐 做音乐 那首歌 我在设定 我喜欢的 好 好 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 请看 夜夜晚了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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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感慨 受尽喀疼 一旦改日 越久改喉 港軍的手 越來越了 這是一首很出名的米蘭語歌謠 港軍的手 誰說 中惠米蘭 你抓過對不對 那拿出來 盡量盡量 好 周惠明很厲害 好 都補進去好了 余伯勳 多少錢 周惠明多少 哇塞 還要叫他問你 我問你 你不理我 周惠明多少 不我 而且你戰將 都擋到周惠明的鏡頭了 看他哪邊 周惠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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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多少 同學多少 好 好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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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69 好不好 75 75 也蠻好的數字 好 69的75 來 66 66 幫你對不對 69 哪個獎絕對不會錯 沒關係 這位帥哥呢 高級這筆男士休閒雜誌 瓦斯安全警報集送給你們 謝謝 不過我們知道這三位呢 這個歌唱得很好 常常應該也會收到很多這個歌迷寫給你們的信 像送信最辛苦我們都知道郵差啦 郵差我們都叫綠衣天使 原來這個綠衣天使不是指的是這個郵差 你知道原來它指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看看我們今天的精彩演出 各說各話 綠衣天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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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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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生啊 好了 今天要讲了 就是这个 绿衣使者的来由 绿衣使者来由 对 在唐朝的时候 因为这个领导 领土 领土 领土广大 各地就是 设设议站来 议站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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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议站的使者 为了能方便通过灌口 让 所以身穿这个绿衣服 让这个官员能认出它 让它走过这个灌口 所以就是 绿衣使者的来由 哇 好棒 我想得好棒哦 好累哦 对不对 还有 还有啊 今天要讲的 怎么啊 台湾发展 很感激所有 珍妮者对我的支持 对感激 感激就是他的 第二招国影专辑啊 真的假 我等一下 我听 对上一招三集 你可以在 这个基隆 夜市里面可以找到 对 基隆夜市 卖家义鸡肉饭的珍贵 都有铺货 然后一家经历送你 那个 香喷喷的 鸡翅吧 对 我说周慧明啊 我都一直在模仿你 你要不要也模仿我一下 做一个这个吧 好不好 一二三 不对啊 走要往这边 谁要往这边 对啊 好 头往右边 手往左边 好 一二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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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了你 你选择了我 这是我们的选择 大家好 我就是最牵人家吻的叶倩吻 大家好 我是小姑娘姊姊姊 姊姊 你知道吗 前一阵子呢 我开眼圈会 我衣服 差点穿帮了 但是你学个学 我就是知道你很难过 是不是好 你别难过 我现在告诉你呢 就是绿衣使者 最早呢 是指什么人呢 就是在进武艇的时候 他就像你一样非常好色 不是 他非常好色 然后呢 有后宫兵妃三千人 然后呢 每天到了晚上 要临兴之前呢 他就会请太监们 穿上绿衣服 然后呢 手拿着绿头牌 然后就去指点上 是哪一位兵妃 就是嫔妃 对的 那么 这些兵妃们 就称她为是 绿衣使者了 我买了一个礼物 送给你 真的吗 什么礼物 这个礼物是前阵子 周年轻的时候 特别照 这种鼓子 为什么呢 你想我的时候 可以把小笔贴上去 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 此下 你知道吗 我以前周年轻打击的时候 买了一个礼物送给你了 那帮我什么东西 我想的这个礼物呢 你是最合适不过了 请的非常符合你的身份 我们再开会 故事每个年轻 都有美好回忆 有欢喜 只有欢迎 故事每个真心 都会有人真心 哪怕像我如此爱你 谢谢 谢谢 小笔学员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呢 我最喜欢绿色 因为绿色很有环保概念 所以这所有绿色的东西 我都很喜欢 像是绿豆糕啊 绿帽子啊 绿波性病毒啊 绿水器啊 都好绿哦 谢谢 谢谢 那你知道绿衣使者的由来呢 绿衣使者我知道啊 以前哦 这个开元天保仪式当中有记载 在这个长安城 有一个富翁 他叫做 杨崇义对 结果有一次哦 被他的老婆刘氏 还有邻居 有联合陷害死掉了 那可是官府查了半天 都查不出凶手 一直到那个官府的人 到他们家的时候 发现那个鹦鹉居然在 喊冤耶 对 他们家的鹦鹉 帮那个杨崇义喊冤 结果就查出来凶手是谁了 然后长玄中知道这件事 就把那个绿色的鹦鹉 带回宫中饲养 然后称它为绿衣使者 就是这么由来的 谢谢 谢谢 听说你最近在研究口气 可不可以表演给大家看看呢 好啊 我研究的都是一些动物的口气 像我会模仿鸡叫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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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哦 还有羊叫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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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 这本书的记载 在弦中的时候 长安城里有一个非常有情的人 叫杨崇义 他被他的妻子刘氏勾结了奸夫 把他杀害了面世 后来这个官方派人来调查 经过多天的查案 查不出一个道理 那么过了几天 政府再派人来调查 他家所苏养的一株鹦鹉 突然的出声音 讲出了这个冤情 因此这个案子就水落石出了 这件事情就传到了宫里去 传到了唐贤忠的耳朵 唐贤忠非常的感动 下令把这只鹦鹉 就带到宫里边来饲养 不但如此 还恕这只鹦鹉 一个封号叫做利一使者 这就是利一使者典故的由来 唐贤忠都封鹉鹉为利一使者 哇小贤忠是对的 所以我们要给林隆璇欢呼一下 林隆璇 欧燕 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林隆璇跟周慧宇 事实上是蛮有渊源 因为两个人合唱 留言这首歌 我虽然是听到两位的合唱 可是听说是一个在香港录音的台北录音 后来才组合在一起的 那时候完全不认识的 完全是由我们制作人 完完全全能的共同 所以包括里面都是他在跟我们讲的 他们第一个戴姆给我的时候 我的记者人杨明皇是唱我的声音的 唱女生的好好唱的 不过今天我们要在这个节目当中 让两位现场合唱 看看两位的默契就是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 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痴痴一点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 在纷纷绕着话题中渐渐沉默 渐渐改变 流言传来传去 说不听不知道 何却能停息 流言传来传去 请相信我 不相信传去 不忘心 流言传来传去 会随着每一天 感觉无痕迹 那你愿意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对喜 is 对喜 is 可恢够 真的不错 真的好听 多一些 Senhor 余浩仁表现一下其他的才华 我弹小段 花好月圆 花好月圆 很有趣的 讓我們來看看 我們還不想早idores 超音樂的 來了 人 Martha 像弱不禁風的樣子 是是 在我們節目裡壯壯的膽子 恐怖聲 來,夾後夾後,來 余花,來 余花,來 都會咬人 哦,會咬 再再去一點點 有毛 有毛 所以當著有毛啊 而且很多毛 活的 活的 活的怎麼好 該周慧敏 我很怕他做東西的 他很怕動的東西 我們都會動,你看 我也會動啊 來 好,很快的摸一下 好 一 二 三 不行啊 再去 演戲的,演戲的 真的 我摸摸看 哇,真的挑得好快哦 而且一直在流汗 手心在流汗咧 再摸一次好了 剛剛只有摸到一點點 再下來 往我這裡 往我這裡摸 這裡 這裡 往我這裡 下去一點 下去一點 不行啊 不行了 快要胸殼 你知道什麼東西 不知道 會動的 好,會動的 余龍學 余龍學 臉色也慘白 男生嘛 怕什麼 好 臉不要看下面 好 什麼啊 什麼東西啊 活的啊 不要怕 不要怕 錯錯的 好 好 好 什麼東西 很精采 我覺得好像 雞啊 哪種東西 應該是雞 我覺得應該是兔子 可是他的毛很臭 來看看你們摸的是什麼 來看看 真的最怕的氣 嚇死了 嚇死了 嚇死了